新竹是科亚西竹香南北路段沿岸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跟宜人的景致 而自从近年来市政府在此新建长达2.2公里的人行步道之后 更成为民众散步运动的好去处 不过其实这些工程因为考虑到预算的关系 市政府至少分了两期的工程来新建 最近最后一起工程也要开工动土 渴望加和平桥至浮树桥2.8公里的距离串联起来 让市民有一个完整的修气人行路往 过去几年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 那这是最后一期的人行步道的一个工程 做完之后那个成效非常非常的好 附近的居民里长纷纷向我们反映 希望能够在这一个区域里面 把它整个人行步道都建置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工期完成之后 将会完成整个大概5000公尺 也就是5公里的一个人行步道 那对于附近居民来说 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散步运动的一个空间跟场域 这次的第三期工程目标在 从和平桥至浮树桥一段 兴建悬吊式的人行步道 沿途还有照明设备 防护栏杆跟生态解说牌等设施 工程预计在年底11月左右完工 接下来今天开工的部分是进行第三期工程 那后续会针对整个从和平桥一路到浮树桥这边 剩余2800公尺为完成路段的部分 我们完成人行步道的一个就是建置起来 然后让整个步道系统的部分变得更完整 那过桥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额外设计的人行的一个旋避式的一个步道方式 让以后人车分离的方式到说大家在散步的时候 不用过跟人车针道的范围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让以后的居民的部分 就是在享用这个步道的时候更为安全 另外的话也能够充分接近 丰富的一个科亚西生态环境 科亚西除了适合民众散步运动之外 沿岸更有许多的自然生态 市政府在这一次的新建工程中 加入了生态解说的牌子 希望让民众在运动之余 也更有一份教育性 凯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